俄罗斯为何会陷入于乌克兰的苦战中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将有怎样的影响 多国的援助将对乌克兰有怎样的影响 陷入今最为引人关注的无非就是乌克兰局势 自从普京闪电战袭击乌克兰 这就使得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陷入了战争 从明面上我们都可以看出 俄罗斯是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 并且仅仅用一小时22分 就将乌克兰的海陆空主力部队都摧毁殆尽 使得乌克兰完全没有了抵抗的力量 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强大的实力 俄罗斯在发动闪电战后就四面齐发 南边攻陷黑海沿岸重镇奥德萨 北边两路一路从俄罗斯南下 一路从白俄罗斯南下直驱基辅 接应先头进入基辅的俄散兵部队 现如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可以说已经是岌岌可危 俄罗斯随时都有攻进基辅的可能 这也使得乌克兰现在完全已经陷入绝境 犹如望中之鳖一样只能做困兽之斗 但是虽然俄罗斯在实力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却还是遭到了乌克兰顽强的抵抗 并没有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 而是与乌克兰展开了阵地战 这可能会对俄罗斯将造成极大不利 因为俄罗斯属于跨境作战 很多方面会受到限制 这就给俄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因为战争总是会带来很多的牺牲 甚至是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这就使得作战的双方都需要在这些方面有充足的支持 才可能有机会确保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因此长时间的消耗战对于俄罗斯来说肯定是极其不利的 据报道指出俄罗斯挥军侵略乌克兰 一天要烧尽近201亿美元 约合1270亿人民币 那么俄罗斯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吗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处长指出 事实证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俄乌大战没有胜算 永远也无法获得政治胜利 据《每日邮报》也报道称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处长摩尔指出 俄军最终会在乌克兰打败仗 因为他低估了邻国的军力和坚强的决心 他认为这个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荣誉教授弗里德曼 在《鲁莽的赌博》一文中写道 普京满心都是乌克兰 很容易提出看似符合发动战争借口 但是也不能掩盖这是普京无法无天的表现 他还指出 就算乌克兰首都基辅沦陷 政府官员被迫逃亡 甚至乌克兰军队指挥系统开始崩溃瓦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会打赢战争 对于此观点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处长 摩尔也表示赞同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荣誉教授 弗里德曼还强调 俄罗斯要打胜仗 不能靠推翻乌克兰政府的成功侵略 而是要靠赢得当地民心 但是俄罗斯面对这点却无计可施 同时爱沙尼亚前国防部长特斯拉说 由于俄罗斯的资金和武器都耗损得十分快 因此普京的战争计划将不如预期 要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能抵抗俄军十天 那么俄罗斯将会深陷战争的泥潭 从而不得不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府进行谈判 以此来结束战争 此外他还引述乌克兰情报消息人士的话说 由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 一天要烧将近201亿美元 约合1270亿人民币 且他们的飞弹最多只能维持三到四天 所以他们只能尽量省着点用 他说按照普京的计划 就是不时向市区发射飞弹 好让市民引发恐慌 从而引发人们的焦虑 让乌克兰的大批部队纷纷气泄逃跑 以此来让乌克兰投降 达到取得战争胜利的目的 另一方面 其他情报消息人士也说 由于俄罗斯太自信 这就使得俄军战术规划不善 加上乌克兰全民结兵 奋勇抵抗的精神感到极其震惊 这就使得俄罗斯的军队 在前进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抵抗 因此这就使得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计划 无法顺利执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战争中 俄军已经损失了约2800名部队 80辆坦克 516辆装甲车 10架军机和7架直升机 不过 虽然俄军受到了较大损失 但是现如今 俄军在战争中将继续扩大攻势 并且将从乌克兰的四面八方进攻 以此来包围乌克兰 然而据一位五角大厦高级官员说 虽然俄罗斯具有较大优势 但是俄军目前所受到的抵抗 要比他们之前预想着还要大 由于俄军遇到了巨大的抵抗 这就使得俄军丧失了部分前进的动力 尽管俄军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又发动闪电战突袭 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 但是如今 俄军在乌克兰的推进速度受到了巨大阻挠 这就使得战争的进程 也远远没有达到俄罗斯的预期 现如今 乌克兰总统团结全国的力量 一起来共同对抗俄罗斯 甚至将要求民众 从路标上涂去当地的街道 城市与村庄等名称 从而以此来让俄军迷路 找不到前景的方向 以此来打乱俄军的阵脚 并为乌克兰寻求援助 争取大量时间 由于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战争 这就使得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对俄罗斯行为进行了谴责 都纷纷采取措施 以此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尤其是美国联手许多的西方国家 共同来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和政治制裁 以此来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抗议 确实 对于俄罗斯来说 将战争的时间拖得较长 那将对俄罗斯造成更大不利的影响 因为俄罗斯在跨境进行作战 所以在开支上就将是极大的化销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如果和乌克兰进入持久战 那么很有可能的结果是 将会被乌克兰拖到一个很不利的境地 从而很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此外 由于乌克兰积极向外求助 就使得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都愿意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以此来驰援乌克兰 据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 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援助内容包括提供防御性援助 以帮助乌克兰应对其目前面临的装甲威胁 空中威胁和其他威胁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 和500枚毒刺级地对空导弹 法国将向乌克兰运送燃料补给和防御性装备 此外 荷兰将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一批反坦克武器 提供50枚铁拳三型火箭筒和400枚火箭弹 比利时将向乌克兰提供2000艇机枪 及3800吨燃料 捷克政府将向乌克兰捐赠一批武器 包括约3万把手枪 约7000支突击步枪 约3000艇机枪 几十把狙击枪 以及约100万发弹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准备向乌克兰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这就使得乌克兰有了更多的底气与俄罗斯对抗 并且可能也是做好了与俄罗斯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将是极其不利的消息 这也将使得俄罗斯必须尽快解决战斗 以免因为战争拖得越久 对于俄罗斯也是越来越不利 这也是普京不得不去思考 俄罗斯该如何去尽快解决战争 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也成了摆在俄罗斯面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